一千枚光纤道府 内湖南港抢头箱 光纤上网又有新选择了 台北智慧光网的台北光纤 昨天开台 将提供市民平价便利的光纤服务 除了无纤上网的外 当然更需要的就是要 高宽品高效率高速度 一价来的一个企业网的服务 首波开放内湖南港市民 每月888元 比中华电1299元低 台通董事长李沁黄指出 三年前就签订合作案 经过一年规划 两年建设 如今启用开台 台北光纤也支援4G与WiFi 可说是光纤资讯高速公路 预计明年10月 北市全面铺设 负贷率达80% 为了抢市 台通将演你推出优惠措施 我认为要把客户 从被那个业者拉过来 对啊 我们一定有比他们优惠的地方 配套收拾才有个报导下 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事实 动新闻综合报导